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故宫博物馆门口是合照的 感觉香港怎么样 漂亮 较早时他们是在酒店出发 搭专车去到湾仔海滨长廊 然后在湾仔上了天星小轮 看维港的景色 到达了尖沙咀之后 他们是搭开棚巴士巡游的 看到现在代表团的人员 是走进故宫文化博物馆的方向 这次代表团包括了 晨十四指令长陈东 晨十五航天员张露 晨十三航天员黄亚平 和晨十二的刘白鸣 和晨十二的刘白鸣 看到代表团在逢程熟宜的讲解之下 现在走进故宫文化博物馆的 今天是代表团最后一天的访问行程 他们稍后就会离开香港转到澳门 而他们过去的几天行程都是很丰富的 包括为过航天工程展揭幕 以及与学校的私生交流 现场情况先看到这里 我们转看看 广东省第一次有公办养老院 接收港澳长者 院舍所在的南沙区 更加计划将一幅四千平方米的土地 画为养老中心 为港澳长者提供更多的资助缩位 喜欢弹琴的可白是首批入转南沙养老院的香港长者 他说这道地方够晒阔落 可以放得下一部琴 令他终于可以有琴作伴 距离香港只有一个半钟头船程 这间位于广州市南沙区的公办养老机构 今年4月第一次接收港澳长者 名额有50个 包括可白在内 目前已经有6个港澳长者入住 在南沙区工作满半年以上的 他本人及其配偶 他们的直系亲属是可以申请入住 第二种情况是老人已经在南沙区居住满半年以上 即6个月也可以通过申请入住 这里目前人均可用面积有50平方米 是南沙床位数目最多的养老院 更加两度获得最高广东省五星级养老机构的评价 我们也是因为公办养老机构是公益属性 政府是出资投资的 不管你是有钱还是没钱 我们都是一事同仁的 目前价是按照公办养老机构的说服标准 大概一个月在三千以内 眼见安劳服务有需求 南沙区民政局透露正是计划 将一幅4000平方米的土地 画为养老中心 并且会参与香港特区政府的 广东院社住宿照顾服务计划 为香港长者提供更多资助宿位 局方又表示正是启动建设南沙区 第二养老院的计划 并且会以中高端养老模式营运 为当地和香港长者提供更多元的养老服务 无线电视记者黄山报道 先有四一会 稍后回来会有其他消息 回来新闻时间 教育局预计今个学年有超过五万五千个高中生和老师 参与公民科内地考察团 教育局局长蔡若连说 本个学年接获五百间学校申请 大部分获偏配两日和三日行程 今个学年新加入广东省以外地区 有超过四十间学校申请 截至上星期五已经有三十六团 超过四千个师生出发 去了广东、上海、福建和贵州等的地方 当局形容学生表现积极 师生评价正面 预料今个学年有超过五万个学生 和5千五百个老师参与考察 在立法会教育事务委员会 有议员关注如何评估考察团的质量 有些学生说 一日的行程 七个小时在旅游巴度度过 是否可以有一些评分制度 就是同学或者老师回来做一些评核 回来也看哪个行程比较好 或者哪间旅行社 他招呼会比较合适 来给不同的学校知道明年如何改善 上年有一些学生的团 其实质量真的差点 但是局方当中 你们怎么去取替这些团 有没有一个机制做得不好的 怎么去勾了去 或者有些replace的方式去做 每一个团 我们其实都有私生的问卷调查 亦都了解了 而且现在我们大幅减少这个一天团 同时在交通的时间里 我们都定了一个限制 不要超过三个小时 我们的监管 其实我们除了说收问卷之外 我们会和这些承办的单位去开会检讨 我们也会问回学校 做得不好 记录不好的那些 我们不会再发邀请他们入标 转太金融行程 人民币中间价 结束过去三日升势 官方开出人民币中间价 报7.1104对1美元 较上个交易日跌86点指 严货人民币方面 再按价和离按价 组段都是7.13水平回回 另外人民银行 进行1,190亿元人民币 以下7天期逆回购操作 扣除今天到期的逆回购 单日在市场正回笼 5450亿元人民币 全星期计正回笼 310亿元人民币 恒生指数报16925点跌117点 总成交超过460亿 他接会有港股 美团跌2.4 盈富基金跌1.3 腾讯跌5.2 阿里巴巴跌6.5 比亚迪股份跌4.6 恒生中国企业跌6.4 尤邦升1.5 小米跌3.8 南方恒生科技跌6.4 平保升3.5 他其他主要南筹表言 汇控升3.5 尤邦升1.5 中移动升5.0 港交所升2.2 每期跌6.0 静泰人民币柜台最活跃港股 以人民币计价 吉利汽车跌2.3 尾团跌2.1 中海游跌6 联想升1 腾讯跌3.2 平保升3.0 比亚迪股份跌3.7 小米跌2.6 中移动升2.0 油邦武器跌 恒生科技指数跌61点 报3,838点 转港 看看互港通额度使用方面 内地投资港股的港股通 额度原额大概 397亿元人民币 而投资内地A股的互股通 每人额度原额大概 538亿元人民币 至于深港通额度使用 内地投资港股的港股通 额度原额大概 412亿元人民币 而投资内地A股的深股通 每人额度原额大概 543亿元人民币 转港内地股市 上海A股跌10点 上证综合指数跌9点 深圳A股跌7点 深圳成分指数跌78点 深圳A股跌10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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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爱蓝君蕊 教育局预计今个学年 有超过5万5千个高中生 和老师 参与公民科内地考察团 教育局局长蔡若年说 今个学年接获500间学校申请 大部分获偏配2日和3日行程 今个学年新加入广东省以外地区 有超过40间学校申请 直至上个星期五 已经有36团超过4000个师生出发 去广东、上海、福建和贵州等的地方 当局形容学生的表现积极 师生评价正面 预料今个学年有超过5万个学生 和5500个老师参与考察 在立法会教育事务委员会 有议员关注 如何评估考察团的质量 有些学生说 一天的行程 七个小时在旅游巴度度过 是否可以有些评分制度 就是同学或者老师 回来做些评核 回来也看哪个行程比较好 或者哪间旅行社 招呼会比较合适 来到不同的学校 知道明年如何改善 上年有一些学生的团 其实质量差点 但是局方那里 在当中里面 你们怎么去取替这些团 有没有一个机制 做得不好的 怎么去勾了去 或者有些 replace的一些方式去做 每一个团 我们其实都有私生的问卷调查 也都了解了 还有现在我们大幅减少 这个一天团 同时在交通的时间 我们都定了一个限制 不要超过三个小时 我们的监管 其实我们除了说 收问卷之外 我们会和这些承办的单位 去开会检讨 我们也会问回学校 做得不好 记录不好的 我们不会再 发邀请他们入标 途挂环发生小巴和巴士相障意外 14个人受轻伤 事发在宋皇台花园对开 部分伤者坐在路边 接受初步治理 大部分是小巴乘客 主要页头、手脚拆箱 有伤者要用单架床 送上救护车送丸 早上大概7点半 一辆捉远村开旺座敦的11K9巴 沿着码头冲道 往红磡方向行驶 到宋皇台花园对开停低 美赛一辆开旺座敦的小巴 怀疑收制不及 撞向巴士车尾 小巴车头玻璃碎裂 小巴司机说 事发那时巴士突然停低 对方买车这么大架 我都看不到他 一边试试 突然停 他走我就走 他停就停 但是我突然停 突然停得很快 我已经停了 事发之后路面有游积 消防员铺上木匡遮盖 意外一共有八男六女轻傷 其中11人包括巴士司机 分别送往伊丽莎白医院 和广华医院治理 无线电视记者曹小泪报导 国家载人航天工程代表团 展开访港的最后一日行程 代表团上午近10点 在酒店出发 踏专车到湾仔海滨长廊 之后在湾仔码头 登上天星小轮 沿港到北岸航行 被代表团看到沿途 欣赏维港景色 他们又在甲板拍大合照 在海上游历 大约是用了20分钟 代表团抵达尖沙坠天星码头之后 搭开棚巴士巡游 他们下午会转到澳门访问 静泰金融行程 恒生指措中午收视部 16925点 跌117点 总成交超过460亿 泰罪汇约港股 美团跌2.4 腾讯跌1.3仙 盈富基金跌1.3仙 腾讯跌5.2 阿里巴巴跌6.5 丙亚迪股份跌4.6 恒生中国企业跌6.4仙 有邦升1.5仙 小米跌3.8仙 南方恒生科技跌6.4 平保升3.5仙 看其他最南州表言 汇控升3.5 有邦升1.5 中移动升5仙 港交所升过2 每期跌6仙 恒生科技指数跌61点 报3838点 转摊内地股市 上海A股跌10点 相征中核指数跌9点 深圳A股跌7点 深圳成分指数跌78点 有调查显示内地制造业活动回复扩张 较反映中小企和民营企业状况的 财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11月报50.7 建三个月高位 并重上50水平 反映制造业回复扩张 编制指数的机构说 当前宏观经济回升向好 居民消费稳步提升 工业生产扎实推进 市场预期也有改善 不过受到各种不利因素影响 内外需求仍然是有不足 就业压力依然偏大 经济回升基础 还需要进一步巩固 本港今年发生多种地盘的工业意外 造成不少工人伤盟 有些受伤的工人更加有口违症 到底是什么原因令到意外增加呢 又有什么方法可以加强地盘安全呢 欢迎收看时事多面看 本港近期都发生一些致命的地盘工业意外 劳工处数字显示 今年截至今个星期二 建造业落得17宗致命工业意外 劳工处会针对高危工序 进行特别执法行动 并且会突击巡查 去找成建商和雇主会不会有不足之处 那究竟建造业的严重意外 问题出了在哪里呢 化名王先生的他是一个地盘工人 去年底在地盘工作期间 需要将一些材料挂在天秤的吊钩上面 当吊钩上升到10米高期间 就突然发生意外 那个钩从天移过 它跌下来了 跌到我的脚 我当时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因为我整个人都麻痹了 那些工友问我 你有没有事 之后我看看直觉 流很多血 流很多血 流到整地都是 之后我觉得很痛很痛 那个同事就即时报警 叫救伤者送我去医院 他被送往医院 由于左脚伤势严重 需要进行折肢 我当时都接受不了的 就是好像很愤怒 我为什么没有了脚呢 接着我都没有可奈何 只好接受你医生的意见 医生说要做折肢手术 对我造成影响很大 因为我现在就没有了脚 因为我现在就没有了脚 我出街又不走得久 走走走走走 那脚又痛了 现在我锁下楼梯 和走斜的地方 就很困难了 他之后需要接受精神尊科医生诊治 我感觉到还在这儿 精神科医生 开那些精神科医 精神科医生给我吃 我一闭起双眼 我有个阴影 好像有东西跌下来 有东西跌下来 对我很不悯 很困扰 我出院之后 一直都出入医院 做物理治疗 和职业治疗 和医生的复诊 有幻觉对我很困扰 我都睡不到 睡一睡 醒了就睡不回 整整一夜都是睡过凌晨 由于一向是家里面的经济支柱 他现在最担心的 不是自己的身体 而是家人的生活 我的是家里的经济来源 而我太太身体又不好 他早几年都退休了 我的女儿刚刚毕业 暂时都没有找到工作 刚刚我遇到公寺意外 他一直陪伴我 陪我出入医院 附层那些东西 还有做物理治疗 那些 经济那些 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办 现在我又读得诗少 读过岚山联邦 现在文又不行 武又不行 我也不知道 这些年好 我又担心日后的生活 今年本港亦发生 至少十宗涉及调运的工业意外 香港执业安全师学会认为 本港一直以来 对于高空调运工作 都未有一个完整的安全指引 凌晨建商 以至前线工人都欠缺安全意识 引致这一类型的意外一再发生 师傅在一架车上 吊起马车 踏入这个地盘里面 连安全帽都没有 第二 他站到这么高 周围是没有难可 什么都没有 他叉错了脚的话 分分钟就跌下来 第三 现场是没有遗风的 你见到人来人往 万一这架车吊吊下的时候 跌一架车下来 就不知道会不会扔中车 或者扔中人 这个监管在现场很明显不足 大约三个星期之前 中九龙干线地盘 发生涉及吊混的严重工业意外 明显地 你整个地盘的安全管理 出现了一个很严重的脱漏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 师傅不记得不出奇 迷头迷脑正在做事 所以我们有个吊混监督 朋友 买东西下来 麻烦大家疏散 不疏散 你就不给许老不给许老 基手就不会放过买东西下去了 他不放过买东西 就不会出销 除了涉及调混的意外 本港亦都发生多个不同类型的工业意外 劳工处资料显示 今年截至今个星期二 建造业陆得17宗致命工业意外 较去年同期增加了2宗 处方表明针对高危工罪 进行特别执法行动 并且会突击巡查 查找成建商和雇主 会不会有不足之处 有工会认为致命工业意外增加 主要因为成建商为了赶工期 要求工人不断加班所致 環保条例说星期天我们不让开工 但是有些地盘真是偷偷 我们有些工友真是连续七天都开工 还有些时间是需要加班的 可能朝九晚落晚餐 人来的不是机器 你一个人这么长时间 安紧的没有休息的 你精神不集中就很难发生意外 现时私人发展商建屋 私工期一般由三年至四年不等 不过吴伟良认为 继及台风等恶劣天气 引致停工因素 令私工期变得相当赶 有成建商需要赶进度 成建商或是发展商 当然是希望你快点 起到物业出来 起到动有出来 他可以去那个策略 如何去买卖 刚刚撞政如果是楼价高的时候 当然是快点推出到 他们的合约里面有些条款 你完工期之前 或者完成早多少 可能有一个奖金在 所以令到有些地盘主管 或者是私工进度 可能会牺牲了工人的安全 吴伟良说 当地盘的人数越密集 发生意外的机会就越大 所以认为发展商 应该提供足够的私工期 地盘需要追回进度 自然会加多些人手 我们叫做淋人堆战术 本来我正常的工程 我泥水工或者炸铁工 可能要10个人就可以 现在可能要淋到13个 15个20个 譬如你钓运的 下面有这么多人都在 又没有给你时间走开 容易产生意外 勞工处今年4月 修订职安建条例 上条最高罚款 自一千万元 以及监禁冷年 4月的时候 先加重罚则 到现在还未有个案 有某些朋友 可能他全有僥倖之心 觉得不关我事 而且以往一直下来 罚就算出了事 罚得很少 都是几万 那就已经可以一条人命 现在跟比例 本来由最高的五十万 罚到一千万 数字上就好像大了二十倍 但是实际上 会不会罚大多二十倍呢 那就未知了 发展局早前拒绝 精进建筑工程的续牌申请 这间公司涉及去年 油塘地盘致命工业意外 发展局认为精进未能够 为地盘安全以及监督 提供有效预防措施 同系的精进建筑 今年十月涉及油麻地消防局 新大楼地盘的工业意外 一个工人在大约四米高度下 送院之后不治 有学者认为政府应该加强懲罚 增加阻害力 科科人士都会疏忽 疏忽 对僱主来说 有什么大件事最多是赔几万元 过往是这样 现在虽然罚则高了 但是这些有时间拗 要证明他真的有疏忽 但是如果他证明他是严重疏忽 那还有一个压害的罚则 包括了可能会去停牌等等 这些东西 或者另外更多的更高的一个懲罚 因应近期发生的严重工业意外 劳工署在11月中 进行了为期两个星期 针对新工程建筑地盘的 特别执法行动 巡查了巡港一千多个建筑地盘 并且提出大约35宗检控 何乐生认为 政府可以透过人工智能技术加强监察 我相信现在都是有做的 但是巡查 你始终不可能四位都开工 你根本是政府不拒人手去很密 所有的工地都去查 这是很可能的一件事 当然现在有很多的AI等等 在监察方面是可以做到一些事情的 发展局回复说 公务部门和驻工地人员团队会监察工地 审核成建商提交的安全计划书 风险苹果和施工封印 并且进行工地巡查 直接监察成建商的工地安全表现 时事当面看 今集时间够了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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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